你会把你整个人都架起来 就是他会让你肩膀打得很开 挺得很直 不然上厕所不方便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很有意思吧 然后第一次尝试 第一次尝试古装 尝试的第一次居然是女装 但一致性 像白鹤一样 干净 挺满意的 起码我不是女生 同时我觉得我自己很帅 我是一个现朝 现代的朝人 穿越到明朝 你说是什么感觉啊 一上来就给我搞女装 冷都冷死 我挺喜欢四男的那个 因为我两次古装了吧 两次的都是黑色的 平时也是黑色偏多 所以想尝试一下白色的 谢谢 但喜欢也穿在我身上 是说喜欢服装 还是喜欢我的头发 我比较喜欢小涛的服装 我觉得 除了他以外 没有人能驾驭得到 所以他是 真的很粗 出乎意料 蛮好吃的吧 看起来叫狭气 四寒的吧 就比较像那个 锦衣卫 我觉得再接再厉吧 下次继续 小涛就 没有什么违和感 就从后面看呢 他就是一个女生 从前面看呢 也很好看 但是呢 就是他别打嗝 别张嘴 怎么都行 他睡觉会张嘴 都让他牙套好像漏了 我拍老的照片啊 他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发给你们看 而流星呢 我感觉他像李逵 他没化妆这样子就像李逵 他就是 他等个人 他整个人都是这样子 他穿那个衣服 他哎呀很奇怪 他穿的反正太奇怪了 我觉得小涛真的太美了 就是很恍惚看到他的那个样子 就觉得 艳牙群芳的感觉 流星的话就是感觉有点像嬷嬷 就是那种嬷嬷的感觉 我想对他们说 嗯 你们真的很美 长着一副男子生 却长得像个女人一样 挺多女生羡慕的 你们这么出去 很多女生都活不了 你看 现在我对面的霹雳 他已经很羡慕 看到他那个羡慕的眼光 已经不太OK了 不太行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最好看 我不喜欢 我觉得还可以吧 看 也看什么发型 我觉得 比如说那种 没有感情的刺客 那种我觉得挺适合我的 要是那种 比较并交的那种 可能我不太行 小涛我觉得可以 嗯 算适合吧 那我肯定也选男装了 我说再说我女装好看 下次你又给我安排一个女装 肯定是男装啊 女装可能是我不适应嘛 我感觉听听听网友吧 听大家的吧 我觉得没有我驾驭不来的 这是时间的问题 我是属于那种 嗯 怎么样都能驾驭得到的 但是呢 最适合我 因为我之前拍过一套 小黄爷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那一套是 就是可能是我第一次尝试的 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已经很适合我 就他们所说的什么地主家的傻子 哎呦 基本的是 哇 好帅呀 哇 他们是谁呀 哇 他们是个明星 趕快就拿手机去拍拍拍拍拍拍拍 习惯了 习惯了 哈哈哈 习惯了 不敢去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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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里看着你了 然后就会拿着手机来看 有不同的表情吧 有的人他可能是好奇 有的人呢 他是在想我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有的人呢 他就是觉得长得帅 激动的表情 大概是这些吧 说真的 我一般我走在街上面 我都不怎么留意街上面 看我的人的表情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看我 当我跟他对视了以后 就有点尴尬了 因为你知道 就是帅哥一走出去 肯定回图率都是报告的 所以我都是在享受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是没有去在意他们 有没有就是怎么看我 你看他走在哪吧 就是可能如果他在这些 比如像今天的在西安 我发现现在很多地方 大好就好多人都会穿上头 或者唐朝那种负担 我应该是 咱们没法去改变 咱也没必要去改变 每个人就是做自己要好 不许觉得怎么样 可能是cosplay啊什么的 就很正常啊 但是那些人可能是旁边 有摄像机在 然后面他们就以为是 哪个大明星还是什么 哇哪个帅哥 然后就跟着他拍 就好看啊 看着真的好看好玩 其实我是还好 我不在意 我怎么说呢 我不能说我不在意 别人对我的看法 但是我在意 我在意的人对我的看法 嗯 传这些东西真的得看人呐 就你看就小涛嘛 你看他一传出去 那些女生可能看到他 他都得戴上苦照了 我先对我自己的 跟我在一块相处最久的小伙伴 我们的昆英双子兴 涛涛老师 虽然咱们是咱们的门面登当啊 小涛 但是希望也能改改这个佛系的性格 我是觉得佛系的性格也很好 能让你避免受到很多外界的攻击 但是不能再什么事都佛系 需要那么一点 那种争强好胜的那种感觉 把二者结合一下 让自己做到一个更完美的自己吧 少睡觉 重要的时候少上厕所 然后没别的 就是多吃饭 你一个身体啊 我真的我不明白 我之前觉得你是一个很直男的人 这个直男不是那种直男矮 就是可爱的直男 就是有的时候觉得你好搞笑 我就那种直男的搞笑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很想逗你玩 我觉得你特别的搞笑 但是慢慢的这次团宗拍完之后 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可怕的人 因为往往很多时候 我的一些想法 我的内心的一些表现 你都能很精准的说出来 我刚开始我是不以为然的 到后面你的准确率越来越高 我甚至觉得你这个人 是不是偷偷去学了一些读心术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在我心里 不是一个直男的人了 我觉得你身上有 让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可能就是你的心态吧 就比如说我遇到有些问题 或者是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然后压力的时候我可能会崩溃 但是你会很好地去调节自己的心态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我是很值得去向你学习的 可能我们就是比较笨的人吧 所以得练的时间比较久 然后才能被别人发现得到 你一直都有在包容我 挺感谢的 挺感人的 然后到我们去韩国练习 去韩国练习 你看在韩国练习这么苦 每天就只能吃紫菜包饭 吃最好的也就那个 那个多少钱来着 那个十块还是二十块的盒饭 哎算了这个就不说 你看咱们练完了以后 马上就练了四个多月五个月 咱们一回来马上就要去参加节目 Yahoo公司那时候说真的很忙 说真的就是那时候 咱们都有很多不愉快的东西发生 就是我们都一直隐藏在这里的心里 我感觉这些都是得经历过的 这样子才能让我们成长 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 所以我们公开了以后 我们进节目 在节目里面怎么样努力 咱们怎么样努力 没有被别人发现不重要 我们回来继续努力 我们一次不行 两次行三次行 希望咱们是永远的昆英双子星 我们要做最强的那两个人 不是就是 就是在昆英双子星里面 做最强的那两个人 就在咱们最 这五个人里面是五个都最强的 刘欣 你刚开始来的时候 其实我跟你说 你跟小林哥刚开始来的时候 让我感觉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就是也是不爱理人 刘欣 其实你给我的印象 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小孩的人 以前我不能确定 你是一个大概什么 具象的一个性格 但是经过这次团宗之后 我其实发现你是真的很小孩 可能你说出来的话没有恶意 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 还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小朋友 虽然平时我就是对你挺凶的吧 有时候可能你做错事了 或者你有点小毛病啊 我会可能比有点着急的表露出来 但是希望你就是不要介意 我也是真的为了你好 因为你比我小很多嘛 你才18岁 我希望真的是就是 我希望你的18岁 比我的18岁过得更精彩 所以我现在可能会对你严厉一点 也希望你以后多多听话 因为我觉得不会害你呢 到后面慢慢就相处之后 我也觉得你也一直有 一直有在变 可能是中间突然间来了个思南吧 就我跟你小林哥不是那种 天天跟你说心里话什么的 然后面思南可能把你给软化掉了 就没有以前那么多棱角 以前可能就是好像碰到你之后 然后面就会被你刺到 但是现在有思南 已经把你的那个棱角给磨平了 然后这点其实我也挺谢谢思南的 你现在也有慢慢地在变好 其实你也有事在关心别人的 特别是上次我记得 我有一次在点了烧烤嘛 跟大家 然后我吃不了那个辣 结果那个老板把我忘了 他也给我加了辣 结果你当下就说你说 那思南吃不了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在关心我们的 也是在关心我的 对你也是会关心别人的 就是咱们相处算是 咱们三个相处的时间 算是最久 就看着你从不会跳舞 然后到现在跳舞跳得这么强 然后看着你从 从黑力 macho 然后到现在还是黑力 macho 到现在就是黑力 macho的帅 就是现在就是从你 从一个小屁孩慢慢慢慢真的 慢慢就长大就是越来越 有那味儿 爱抖那味儿了 反正别生我气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 我也控制不住对你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就是 真的拿你当弟弟 真的 其实可以这么说 我们这里所有人都是小孩子 然后唯一一个就是思涵哥 你在这里就是你经历的吃的 眼比我们多 你就是一进公司以来一直都是做一个好哥哥的榜样 在我们在生活之中 遇到困难 你总会站出来 就是为我们大家鼓励啊 在我们面前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起了一个大哥哥的作用 我感觉 你对我包容的更多了吧 就是 哥 其实 也对我有一些想让我知道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现在也能慢慢看出来 就是有时候 我感觉你像是生气了 又 不像是生气 你跟我们说你没生气 但是你那个眼神就 表现出来的 让我们觉得很生气 有时候 可能你需要 需要就是 就是 管理好一点 不然的话有时候会以为你生气了 我觉得你是一个遇到一些很多问题 或者突发事件的时候 有最快最快一个解决办法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 也是我需要向你学习的 包括我们整个团宗 你都是在做一个主持的工作 包括在控场 然后在做一些老大哥该做的事 所以 嗯 我觉得也是值得向你学习的 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箱子啊 搬箱子 因为我们每个去每个城市都有箱子嘛 有的时候你去把行李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还会回头帮我来搬行李 我觉得也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吧 就是比如说一些错错误啊 或者是什么你想让我自己去经历 不想再提醒我这么多了 可能就是吃亏以后才知道什么叫 什么叫 是什么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OK 还有说真的 以前我真的就是一个小孩子 我不懂得怎么去照顾别 说真的我在这里年纪我也算大 我不懂得就是怎么去安慰别 不懂得怎么去照顾别 不懂得怎么去帮助别 说真的可能因为我 我从小到大就是加深惯养 要导致我有很多不好的毛病 但是我在你身上 我慢慢的学会了怎么去做一个好哥哥 怎么去承担一件事情 怎么不去让就是自己不开心的时候 然后让大家都感受得到我不开心 然后让大家的氛围变档下来 说真的感谢思汗 希望我们初心永不变 其实我来公司 这么久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和小林哥就是玩的那么好 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性格非常的互补吧 我跟思汗呢是 他是很成熟稳重的人 往往很多时候他能很好的去处理一些事 但小林哥和我呢是我处理不来的事 他可能很好的去处理了 他处理不好的事 往往是我能去很好的去帮他处理这么一个事 包括很多时候也是我心情不好吧 我现在突然发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挺多的 他一个不怎么会安慰别人的人 他也会去安慰我 他安慰我跟思汗其实不太一样 思汗可能是好好的去帮我分析这么一件事 然后让我不要压力太大 但是小林哥的话他是逗我笑 然后做一些比较搞笑的事让我开心 所以我觉得嗯 就是也其实也特别特别的感谢他 包括很多时候 他也有在照顾我 虽然说他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我去照顾他 但很多时候他其实也是在照顾我的 所以也可能是因为这一点 让我跟他的感情也特别特别好吧 下一位的话 小林哥 就我们也就在一起生活那么久时间了 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也就是说不用你说 然后其实也懂你的意思 发现跟你的交流也慢慢的变多了 然后沟通什么的也慢慢的变多了 我也可能是更能get到你的一些点了 然后大家慢慢的一开始融入融入的更好了 相处的更好了 小林算是跟我年龄最接近的一个了 其实我们俩就差一岁 但是其实在我心里面 小林还是一个小孩 我们俩从小经历的事情不一样 他从小可能是被家里保护的那种 就是被家里保护的很好的那种 在墙包里长大的孩子 所以他可能内心也是比较敏感 比较脆弱的一个人 但是我希望林就是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遇到什么困难 心里面不开心了 有什么想说的话 你都能第一时间告诉我 告诉我们 不要自己一个人在心里憋着 其他的没什么 就是多增加一下 生活上的自己自理能力吧 不过其实也没事我也可以帮你 唱歌跳舞方面就不用说 你都挺好的 你也自信一点 不要就是 这是什么 我这个怎么这么丑啊 怎么这样那样的 我觉得你这个是 我说过 从你第一天来到公司的时候 我就哇 这白白的 就又白又高的帅哥 这是我对你的第一印象 嗯 其实思南我是 最担心的一个 因为 他是小玻璃人 不光是他的身体 他心里也一样 因为刚接触他的时候 他是特别内向的 他就好像跟谁都恭恭敬敬 然后也不敢怎么说话 也然后面就除了上课 然后面下课之后 就窝着自己个人呆着 但后面慢慢的 就跟刘欣住一个屋之后 然后慢慢玩开了 然后跟大家也慢慢聊开了 因为我跟思南是 思南是社友嘛 大家我跟他比 我跟马老师跟小玲哥 他们更熟悉一点 然后 发现慢慢的能 越来越懂他了一些吧 就像以前的话 我可能也不太理解他 为什么会说一些话 为什么会这样做 然后现在慢慢的可能知道 每个人 每个人不一样的相处方式 每个人有不一样的底线 对 就觉得底线这个东西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互相理解 不要去触碰对方的底线 说真的 他刚开始进来公司 完全不是这副性格 他刚开始进来公司 就是 哥哥 就是特别腼腆一小孩 特别在意就是所有方面细节的一小男孩 所以特这样喜欢 然后就是呢 我感觉思南现在就是跟我玩多了 以后真的越长越好看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希望的是你内心再强大一些吧 不要去给那些东西干扰 我觉得你这点慢慢以后应该会做得到的 就在我们这五个人里面 慢慢的去适应 然后慢慢的去 让自己变强大 努力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吧 嗯 像小涛学习一下他佛系的性格 这点 需要你 学习一下 像以前的话 我可能就说话的比较少 因为说话少嘛 跟大家沟通也很少 大家也不了解我 我也没有很了解 感觉也没有很了解 大家那种感觉以前 然后现在经过大家每一次的面试 每一次的舞台 每一次的表演 这次旅行也是更调动了起来 就调动了起来 我这个人吧 就是说话 话也变得更多了 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可能我今天并没有讲 很多东西想表达的东西 都是录制完之后 我才反应过来的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画 就是今天没有说出来 或者是你们有很多的优点 你们有很多值得 让我学习这方面 我还没有说出来 但是 我们这些话 如果我没说出来的话 我之后可以私下 再跟大家继续的说 总而言之呢 就是特别特别感谢大家 平时照顾我 然后对我也很好 也就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好吧 然后感情也越来越好 思涵 刘欣 小涛 就是很开心 也很幸运 能够认识你们 然后和你们在一个团里 希望自己再努力一点 希望自己不要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 希望自己对得起那些一直支持我的人 希望自己既然选择了这一行 就要从一而终 我想对自己说 嗯 得加把劲 再努力一些 不要拖大家后退 唱歌有四难四寒 跳舞 还有刘欣 还有刘欣 还有小林哥 然后我呢 我是这边沾一点 那边沾一点 就两边都是那个居中 但是两边都有 两边都居中 那也相当于两边都没有 就希望努力一点吧 就再加把劲 不要拖大家后腿 嗯 希望我们现在的心情到我们未来大 就是到我们未来形成多了以后 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每个人都工作都多了以后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我们一定要做的那个全国最团结最强最帅 最有魅力实力最强全员ace的团 那我们不件事 但是你不停地说 一回来 我们不一样 nu 最后是因为她是怎么办 最有险的 这就是我们的衣服 至少 这就是还好